保衛會,現在我們先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協商主題第11次院會討論事項第7案至第9案 時間113年4月30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一場三樓會議室 協商結論 一討論事項第7案至第9案 院會進行處理時 各案廣泛討論時 由台灣民眾黨黨團推派一人 民進黨黨團推派二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二人 輪流交叉發言 順序授權一式處理 每人發言時間為3分鐘 發言後依黨團所送修正動議版本 先後順序進行各黨團版本之處理 僅處理修正動議 並不處理再修正動議 主持人 韓國瑜 江啟成 協當代表 柯建民 吳思堯 林思敏 吳春成 莊瑞雄 黃國昌 傅崑奇 洪孟凱 黃珊珊 宣讀完畢 報告院會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 建請院會決議 立即停止調帳電價 並要求行政院責成相關部會 即刻檢討現行能源政策 並提出因應對策與配套措施一案 本案經第一會期第十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由各黨團各推派代表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第一位我們請臺灣民眾黨黨團張委員 齊凱發言 會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經有了嗎?有了 有啊 謝謝議長 各位日本人 上禮拜五 台南的地檢室 起訴綠洋 光電案 起訴十五個人 包括台南 經發局的局長 就是前置鬧得沸沸揚揚 接受性招待 喝花酒的陳凱玲 等十五個人 更驚人的 起訴書 高達六百頁 不法的利益 不法的這個所得 台南地檢署出估 超過九十一億 兩千六百萬 涉案的人員 從行政院的顧問 一直到經濟部能源署的 模範公務員 一直到台南的 經發局的局長 一條邊 今天本席要請大家 特別重視這個 弊案的嚴重性 一個個案 一個個案 不法利益高達九十一億 兩千六百萬 是檢察官估算的 更嚴重的 光電案被起訴的案子 已經超過六十案 大家手上有電子計算機嗎 算快買好不好 一個案子九十一億 你超過六十個案子 乘下來 五千四百六十億 大家沒有聽錯 不法所得如果是超過六十個案子 五千四百六十億 好有些案子比較少 稍微降一下 不法所得至少超過一千億 大家記得買 這邊為什麼要漲電價 經濟部跟行政要怎麼說 漲完大家的電價 物價跟著漲 人民痛苦 他說要補多少的電價 六百億 所以政府是買了太貴的光電 買出一堆的弊案 導致台電的虧損 還要漲人民的價格 所以從這個個案 我們要好好的檢討 好好的檢討 為什麼政府去買了這麼多 太貴而且是弊案的光電 所以今天民眾黨團特別提案 我們現在要求前面 反賬 要求政府就整個能源的結構 要求電價這個匯利 更重要的 台電到底買了多少電 它的理由是什麼 有沒有 適度的節流 為什麼買這麼多 有弊案的光電 把這些錢省下來 人民根本不需要受到漲電之苦 產業也不需要受到衝擊 所以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把台電漲價這個案子 暫時緩帳 送到經濟委員會 由經濟委員會前面來審查 審查通過 謝謝張祈凱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 請登記第二號 邱委員議員發言 主席 主席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國民黨團跟民眾黨團分別提案的 動漲電價的案子 那我在這裡要提醒大家 在野黨反對電價調整 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經濟部電價調整的程序 完全是一群立法院之前的決議 跟修訂的法律來制定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號 立法院決議由電價倍率審議會 來決定電價的調漲 兩年後電業法修訂的第四十九條 明定電價條定的程序 電價審議會於電價審議時 必須評估多重的因素 除了考量電價的成本以外 也要考量社會經濟狀況 物價穩定的情形 民生產業承受的程度 以及台電虧損狀況等因素 審慎評估電價調整事宜 由於台電在今年四月一號起 實施電價調漲 也是依法來由電費審議會 來決定經濟部的核定 如果台電不遵照 這樣的一個決議的內容進行 請問我們是不是 反而會讓台電造成違法 大家都知道這幾年來 因為受到俄烏戰爭 國際燃料價格暴漲的影響 發購電燃料成本大幅提高 台電雖然是國營事業 藉由吸收燃料成本飆漲的這個費用 來減緩民間通膨的壓力 台電連續兩年燃料成本高達6000億以上 累計虧損已經增加到3826億元 財務狀況已經日益嚴峻 所以合理的電價調整 只是反應成本 剛剛民眾黨的委員在台上說 台電到底買了多少電 花了多少錢來買電 而且台電的綠電政策是錯誤的 我必須在這裡告訴大家 2023年台電在綠電的支出上是905億元 僅佔它的總支出不到百分之十 這些東西都在經濟委員會裡頭 經過完整的報告以及完整的討論 所以我不曉得民眾黨的委員 還要經濟部來說明什麼 如果你現在還不清楚 表示你在經濟委員會裡頭 你根本沒有在開會 如果你不了解台電嚴重的虧損 是因為燃料成本的上漲 很顯然你對於整個台灣的運作 完全的不清楚 我懇請大願支持讓台電適時的調漲電價 穩定民生的物資 甚至民進黨也照顧民生 我們對於農漁學校社服團體的電價 我們是緩账的 也請大家支持民進黨的提案 謝謝 謝謝 謝謝邱毅營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 我們請登記第三號副委員坤奇發言 我們請等一下 團結的國民黨你們不要 不要在這裡見風插針 院長各位同仁全國的各位鄉親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就是要为全民来把关 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 在台南开了88枪 接着再开10枪 接着再当街枪杀 所有不法的原因 就是因为官商勾结的绿电 在昨天正式来起诉 台南市政府不法图利厂商 近百亿 光一个政府 而且是民进党赖清德的故乡 图利了将近百亿给厂商 这就是为什么短短两年期间 各位全国的乡亲 行政院从大家的口袋里面 拿了4500亿 去为台电擦脂抹粉 台电为什么会亏损3800亿累贵 原因就是民进党用错误的政策 来造成贪污的机会 我们看到现在 民进党所提出的全面涨价案 电价涨 电价涨所有的物价跟着涨 人民要怎么过生活 多少人在生活线以下 但是民进党天天大鱼大肉 官商勾结 动辄图利百亿 何谓绿电 绿电就是帮财团打开 跟全民偷钱的荷包 我们再一次的表达 连330度电以下的最基本的民生用电 现在都要全面的涨价 未来物价大涨 要如何让基层的百姓来生活 民进党不断说 因为恶物战争 全世界物价大涨 各位看一下 这张 现在大家看到 全世界国际的天然气 早就回到2021年的价格 国际的 再看到 我们下边一张 煤的价格 也通通回到了2021年 大涨之前 你说因为这两年 恶物战争 台电累亏3800亿 现在用人民的钱 百姓的钱 贴补了4500亿 接下来你涨价的理由是什么 涨价的理由就是为了 准备未来 关掉核电 再跟全民 基层的小老百姓 来拿来图立 重大的财团 来图立民进党 这不法的政府 所以我们再次表达 第三张 现在到底从 人民的荷包里面 偷走了多少钱 第三张 到现在为止 已经向全国国人 偷走了4500亿 就是为了民进党的贪污 我们再次表达 我们完全反对 这个错误的政策 危害全民 该叫不能长 就是不能长 谢谢傅坤奇委员的发言 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四号 洪委员 申汉发言 各位立法认同仁 在这一个月的期间 其实有超过30个环境的专业的NGO 包括能源相关的团体 还有超过50位以上专业的专家学者 提出了联署 这联署的内容是希望立法院 可以要用公正跟专业的态度 来处理电价的问题 希望避免政治上面的操作 所以这些来自民间 来自学界的声音 是支持现在经济部跟台电 依法很重要 我们是依法来调整 来调涨电价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物业战争之后 其实全世界的能源价格 燃料价格都在大涨 这不是只是台湾面对的问题 这是全世界都面对的问题 很多大幅使用核电的国家 它的账幅 不好意思 还是比台湾来得高得多得多 所以如果调整能源价格 如果调涨电价 就代表能源政策错误的话 那我要说 那代表全世界的能源政策都错了 每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都错了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那现在在野党 不断开口闭口 错误的能源政策 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经过试算 就算我们用2015马政府 那时候的能源配比 来套上现在的燃料价格 一样 发电成本 是大幅的高于现在 售价的定价的 也就是 一样在2015年的时候 即便核电的用 核电的占比 还是比现在高 我们还是会面对台电的严重的亏损的 所以在这里面 为什么这么多来自民间专业的声音 苦口婆心的 这么忧心的 要希望立法院能够秉持专业 少一点政治口水 就是这个原因 我还要跟大家说 按照现在 如果按照在野党的提案 不可以涨电价的话 谁最得力 对不起 用电大户最得力 我们是用 全民的台电的资产 来补贴用电大户 这根本 就是 截贫 继父 难道 这是在野党希望的吗 所以今天 立法院 我们在这个地方表决这样 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应该笔持着 公正 跟专业的态度 如果 该调整 就调整 但重点是 我们依法调整 但 我们当然要照顾弱势 所以包括这些 浓于弱势 包括需要 特别照顾的人 我们可以朝野一起来 要求台电 要求经济部 要求相关的部会 来给予协助 这件事情 我们朝野可以一起做 但 不要在店家问题上 再做政治操作了 谢谢 谢谢 洪森汉委员的发言 接下来 我们请登记第五号 洪委员孟凯发言 错误的能源政策 难道不应该有人负责吗 民进党代表 刚刚口口声声讲说 要用专业专业专业 我们就是要专业 就是要好好的 请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检讨一下过去 错误的能源政策 调整错误的能源政策 把过去你们口口声声 所讲台电的长电 给找出来 十年了 我们要问一下 从2013年 民进党在野时候 就宣称台电有长电 到现在 找到了没有 为什么 每一次 在电价调涨的时候 都故意的把 这样相关的成本 给转嫁全国民众 再者 今天 民进党提出的再修正动议 就是这个再修正重议 恰恰说明了 过去没有秉持专业 没有尊重电价审议委员会 是谁 就是政治力介入的 民进党政府 你们的说明 就写得很清楚 在111年跟12年 台电 平稳物价 而吸收燃料价格区涨 承受 巨额亏损 所以过去 为什么在选举时间 选举前 就可以不涨电价 选完了 不用再选票了 就马上要转嫁电价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 刚好又是 物价全面要上涨的时候 现在再把电价加上去 不就是让全国人民 受苦受害受累受伤吗 所以我们要问 到底谁不尊重专业 就是过去执政八年的 民进党政府 再者 如果说今天这个议案 那么重要的话 我们在4月24号 上个礼拜三 4月26号 上个礼拜五 都有党团召开的朝野协商 凭什么 国民党团派代表出席 民众党团派代表出席 就只有你民进党团 没有任何人出席 这不是傲慢 什么才是傲慢 这不是不关心人民 什么才是不关心人民 所以 今天 我们很务实的提出来 就是要求现在执政的 民进党政府 面对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好好的向国人说明清楚 2021年 是国际油价最高的时候 2022年 是国际天然气 价格最高的时候 现在2024年趋势已经趋缓 趋势已经下降 拿明朝的剑来找清朝的官 拿以前的上涨价格 再讲说现在要调涨电价 根本就是本末导致逻辑不同 所以 我们更要说 现在要说减能减碳 但是民进党的策略就是火力全开 八成的发电 都是火力发电 这不是开道车 什么还是开道车 呼吁 等一下表决的时候 请全国人看清楚 谁不支持洞长 谁就是全民的公敌 谢谢 谢谢 谢谢洪孟凯委员的发言 报告院会 现在依朝野协商结论 进行处理 请议事人员宣读 各党团版本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 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七案 拟据修正动议如下 建请任党联会 局场销议 免物價因電價調漲民生痛苦指數飆升 因此反對台電公司調漲電價 建行業會做成決議 立即停止調漲電價 並要求行政院整傳相關部會 即可檢討現行能源政策 並提出因應對策與配套措施 以兼顧人民生計 維持供電穩定 及台電公司之正常營運 是否有當進行公爵 宣讀完畢 報告委員會 現在按鈴七分鐘 並分發表決卡 請議事人員分發表決卡 現在開始按鈴 報告委員會 本案表決順序 為一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二 國民黨黨團提案 依序進行表決後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進行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 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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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共产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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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 民進黨黨團就在 報告院會 現在報告表決結果 出席108人 贊成50人 反對58人 贊成者少數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不通過 報告院會 現有民進黨黨團 提議重複表決 現在進行重複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包括 有 攻擊 高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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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報告院會 現在宣布重複表決投票結果 出席108人 贊成50人 反對58人 贊成者少數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案不通過 報告院會 現在進行 國民黨黨團提案 現有 民進黨黨團 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 一分鐘 現在開始 民進黨團 iTunes 蘇生 福山 提案 民進黨 趁家 主席公布 共產選項 主席公布 共產選項 報告宴會 現在出席人數109位 贊成59位 反對50位 報告宴會 贊成者多數 報告宴會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要求重複表決 現在進行重複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出席公布 共產選項 -7D-S 窞在 stretched通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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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行民进行 全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部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提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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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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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行 展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反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民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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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